我首先要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阿里云的王熙宁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VL Service Mesh 性能优化相关的主题 今天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来自DocCloud的同事刘七军 我们经常承担这个科比 当然是一听这个要做优化 其实是说一定是经过一些实战的经验得出来的 就是说今天之所以要分享这个主题 也是因为过去我们在阿里云做 Service Mesh 产品 差不多有四年多的时间 也是服务了如果刚刚客户 这客户在实际实用过程中也是遇到很多问题 那么在最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主要是从过去服务客户的过程中 得到一些经验 意义地跟大家分享一些 为了更好地讲明白怎么去做优化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Service Mesh 这种产品或者技术 大概的技术架构是什么样子 我们正是在这个架构里面看到了哪些点 是可以能够做优化的 那 Service Mesh 它也是原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型技术 它整个的技术架构其实也是遵循了 Kubernetes KMAS 的一个架构 有控制面 有数据面 控制面和数据面刚才看到前面的介绍都是有交互的 完了之后在数据里面其实也是多种多样 就是数据面这些工作负载它是可以运行在不同的形态里面 即可以跑在不同的比如说裸机 虚拟机的规格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这些形态都可能决定我们可以利用它那些特性做一些优化 好 那这个架构我就不去做太多的介绍了 这就是大部分 Service Mesh 产品都是这种架构 我们的运营同学让我非要加一个这个信息 其实右边刚才提到今天之所以能够去讲这个优化 其实也是有考证的 就是我们也是获得了可信云 包括新村院的一些新能评测 分数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结论结果 但是背景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 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从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层面都做了一些新能优化 那今天呢我就想重点从这六个方面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去做这个这个性能优化的 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整个它的技术架构是有控制面 有数据面 有交互 那第一个优化点就是说我怎么去 把这个控制面到数据面的这个 这个配置推送做一些性能提升 那就是说利用了服务发现 收敛服务发现这个范围 就是让这个控制面它获取的这个服务的内容 尽可能的做得最少 就是说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做得最少 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这个性能 或者是实现这个效果之后 能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就是说这目标大概是总结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有效地去降低 控制面组件的一些CPU 包括内存的一些消耗 以及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托管模式 就是控制面它是跑在阿里云这一侧 数据面是在用户的这个 自己的集群里面 就是说这个控制面和数据面 它是有一个交互的 目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工作负载来做交互 那么这里面的话其实有这么几个概念可以帮助去做优化 选择的明明空间之后才会去 去发现这个明明空间下的服务 就是一个白名单模式 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是对的 只支持白名单 后来的一个客户案例里面 出问题了就是为什么 就是客户说我配了 能发现结果 他的新的一个运营同学来了之后呢 忘了把这个 应该加入进去的明明空间加进去 它就导致这个电路不通 没有达到期望值 所以我们又支持了一个黑名单方式 就是说能够让用户就是说默认 默认把一些新增的明明空间 都要自动先加到这个Mesh里面去 如果它不需要再去移除 所以这里面可能也是 给大家参考的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说除了白名单方式 可以考虑一些黑名单方式 来去帮助这个 做一些明明空间的一些筛选 那这里边你能看到 比如说你定议好了这个收敛范围之后 它这个整个在控制面 比如ACUD 它所真正的服务发现的这个范围 变得就收敛 这样的话它往下推送的这个数据 就会少很多 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些案例里面 也可以有实际一些数据测到 就是说能够看到它的服务 整个这个对我们的托管测的这个资源消耗 降了很多 有一个客户大概比例能降到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八十的一个比例 好那就是做服务发现这个收敛 还有两个这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其实简单介绍 这个是跟社区保持一致 就是说一个是叫 X-POD2 一个是Works-Leader X-POD2呢 它是用于控制这个整个规则的 像World Service Daturn Rule Service Entry 它有一些可见性 就是它能够去描述这些规则 到底是在百分之空间级别 还是说全局可见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做收敛 默认的话都是全局不见得是最好的 像Works-Leader的话 它还是说能够针对每一个配置 这些规则 这些规则配置 它能够去定义它 到底适合哪些Workload 它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去让这些规则的范围也会缩小 所以的话我们产品层面的话 当然就做了一些优化机制 包括支持如何去做全局配置 如何去做明明空间级别的 或者是更加细利度的 基于有工作负载等等 去做一些收敛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去做一个优化 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重要概念 就是SATA card的资源对象 这个SATA card资源对象 是社区ACTU里面本身有的 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可能知道 通过它能够去限定一定的代理 所包含的一些服务配置的范围 那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写这个CR还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就是写不好就容易出故障 所以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 VR这个事情做了一定的工作 就是能够基于 这个Exilog访问日志 进行一定的分析 能够去自动 生成一个推荐的资源对象出来 那么这个SATA card对象有了之后 其实就能够对于 所生效的这个代理 它的资源消耗能够有所降低 OK 那为了讲明白这个点的话 我大概是贴了一页就是背景介绍 因为刚才那个技术架构里面 讲的比较粗 其实这里面补充一个信息 就是说在控制面和这个数据面 之间它是有交互的 它是这个你可以简单认为 它是由若干的 这个符合XDS 这个协议的一些数据进行推送 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XDS X是包含多种协议 像这个Listener Root等等 包括那个服务的一些信息 这里边就是这个XDS 这个数据量的大小 它是跟这个规模正相关的 你可能少量的规模看不出效果来 但是我们在过去在这个服务 尤其在对导师在内部服务的一些 像一些电商平台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还是这个量大起来之后 是需要优化的 完了之后的话 默认的这个XDS推送 它是一个全量下方 就是从控制面到数据面 它要推这个东西都是全量的 那实际中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每一个代理 每一个工作负载的代理 它需要的这些信息 不见得是都需要 尤其在大规模的场景下 它有可能有些服务 它就仅仅是需要跟它相关的 就是它跟某一个具体的工作负载 相关的这个服务 它数量不见得那么多 并不需要全量 所以这里边就是说 利用这个Sandcar资源对象 去帮助定义每一个 这个代理所需要的配置约束关系 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怎么定义好 这个Sandcar资源对象 OK 那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怎么能够帮助用户 能写出或定义出 这个Sandcar资源对象来 那这里边的话就是利用日志分析 工作原理其实也比较普通 它就是分析的这个产生的 这个网格代理产生的这个Oxilog 通过分析Oxilog 能够看到这些服务之间调运的依赖关系 然后利用这依赖关系去生成 自动生成这些Sandcar资源对象 那这里边你会看到 就是说服务企业级客户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这个东西写错了 会引起这个访问不可用 对吧 所以呢我们也是 为什么叫推荐 推荐就是说我们生的东西 就是第一步是做的推荐 就是让用户呢 一方面就是说 可以许多二次确认 完了之后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生成的这个资源 右边这个图里面 能看到这个资源对象 能够去做一定定制修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有局限性的 你就是我在这儿写了 就是它这个实用场景的一些限定 这个限定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你要分析日志 那首先就把这个 你请求的网格代理啊 那个日志要采集下来去做分析 完了之后 你的日志的内容 就完整才行 它不完整 可能分析的结果就是不对的 那么 这是它的局限性 但是在实际中是一定是有它的应用场景的 这个场景呢 往往发生的一些 就是已经用了这个service mesh 完了之后 跑一段时间之后 功能上都OK 但是发现这个 代理的资源消耗也比较多 整个那个资源 比期望值还是高很多的情况下 我要做优化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呢 因为本身产生的这个sign log 都是完整的 对吧 它的业务变化也不大的情况下 它可以去利用这个方式去 做一次性的分析 这是一次性的工作 对吧 能够去分析一些这个日志 得出它们之间的这个依赖关系 然后把这个依赖关系 进而去生成这些sign log的资源对象 完了之后的话 把这个生成之后 把这个sign log的资源对象 映射到这个网格里面 就可以去改善它的一些性能 这也是我们过去也是服务几个客户里面 他也是有一个客户 大概是每个代理能占 一开始能占到300多兆 每个代理有300多兆的资源消耗 最后是减少到应该50兆左右了 这能够看到一个大规模场景下 就效果非常明显 既然刚才提到它的局限性 就是我们也是 就是也是想一个方式 去做了一个自适应的能力 就是第三种这个优化手段 就是说我特别适合一些 刚开始从这个 这个 没有使用Mesh的这个技术 而逐渐去过渡的这种场景 它就逐渐在上Mesh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可能去利用前面这个方式 去做一次性的日志分析 得出这个依赖关系 对吧 因为它日志还没上的 它的日志当然是不全的 所以呢 就希望有另外一种方式 能够逐渐的去让它这个 在上这个ServiceMesh的过程中 而且能够做到一定优化 就是这里边的叫 我们叫Adaptive 能够做一些自适应的这个配置推送能力 我想用这个图来描述一下这个效果 就是说 可以看到就是 刚才提到这个Mesh 它是由控制面和数据面 对吧 那么没有启用这个能力之前 就是 这些应用服务之间的调用 就是 就是大家知道的 比如Institut Vedia 就是它是通过这个 注入了一个Sanacard的代理 对吧 它是通过这个代理拦截进行交互的 就是以往的话就是说 没有使用这个能力之前 每一个应用服务在互相调用的过程中 都是先经过这个代理 两个代理 比如在图里面 会看到Application 它是经过这个 跟这个Application在一起的Proset Proset 再去调用另外一个目标服务的代理 去做了这么一个中转 去做调用的 那么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会有这么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获取 这个服务调用依赖关系 就在数据面 就开启了一个组件 就是我们一个自适应的 就是WTOX.S的一个 出口的一个网关 就在这个图里面的中间位置 这中间位置 会有一个网关 这个网关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能够去做一定的流量的拦截 能够 原来是服务A调B 对吧 这个时候有了碳之后 先让A 第一次调用先让A去 经过这个网关 然后再去调B 那这个目的就是说 能够把A调B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关系 能够在我这个 网关里面 对应户 对于实际调用来说 它可能是无感 还是看起来是A到B 但中间是有这么一步 走到这个网关 那么这个网关的 走到 经过这个网关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么几个效果 第一 第一 在这个网关的Exitial Log里面 就会能够分析出来A调用B 就是它的调用关系 是通过这个日志 能够记录到 就是能够记录到这个 这个网关这个Pod的日志里面 那么 那么它 当然它 为什么能够取这个作用 就是 会看到这个图里面 这个组件 它这个周边呢 还有一个 配置信息 包括这个 或者用的Unward Filter 用的一些Boost Trip Config 这些都是辅助信息 这些辅助信息 能够 让这个组件 起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效果 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组件 一旦产生这些日志信息之后 它就可以去上报 给我们一个组件去做分析 就是 也会看到 它跟控制面是有交互的 就是这个组件的日志 能够上报给 就是我们这个控制面 有一个托管的组件 就是一个叫Oxialog Service 那么这个 简称叫ALS 就是它能够去收集 这个Pod 所包含的一些日志信息 这个日志信息有了之后 就可以去做一些分析工作 它本质原理 还是去能够分析这个日志 能够让这个 在日志里面 发现这些服务的调用关系 对 那这个 一旦这个调用关系有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去生成 刚才说的这个Sanacar的资源对象 同时这个资源对象 能够 直接就 反映到这个网格里面去 有了这个信息之后 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服务A调弊 它就不再走这个网格了 而是这些跟正常的这个一样 就是说 这些去A调弊了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 就是说 通过 involve filter的一些配置信息 能够让这个服务 之间调用关系 能够 只有在第一次的时候 会去走这个组件 产生这个日志 用于我们去做分析 一旦有了这个 依赖关系之后 也生成了Sanacar的资源对象 这个时候呢 就不影响你这个原来的调用了 所以 会看到我们也 之所以称之为 这叫 自适应也是 看到它有个特性 按需推送 能够自动地去按需推送 完了之后的话 当然这里面要配套了 有一些这个组件 比如说 你这些 下发到数据面的这些组件 它怎么管理 它生命周期怎么管理 都是在 在这个tool里面 控制面 有一个组件 叫Adaptive XDS Controller 它能够去 维护 下发到这些 集群里面的组件 以及它的一些 配置信息 这里面也是能看到 它看前面这种方式 想比较的话 它好处就是说 我不需要 说你这个整个系统 都必须搬到Mesh之后 我才能做优惑 对吧 它是一个组件过程 它是组件过程 随着你的服务 逐渐接入到Mesh 我们可以逐渐去 把你的 整对每一个工作负载 去做一个优化 因为 刚才提到 就是说 它是 根据 这个 服务 A和A调B的 实际的 这个调用流量 拦截 产生的日志 如果你还没有去 这个 就是说 接入Mesh的 它不会有影响 就是说 在这个Satac资源 对象里面 它如果没有定义 这些依赖关系 它仍然是可以去走 这个 网关去 去拦截 然后去做这个 调用 这也是 描述了一个客户场景 就是我们一个 实际的客户 是做这个 就是做SaaS的 一个平台的 就是 它的这个 客户场景里面 我们客户案例 也在官网上可以查到 就是说它的 Satac资源 优化了 内存优化 就是从400兆 监制到50兆 也是通过这个 方式之后 对90%的节省 能够看到说 这个 因为它炮的数量 是规模很大的 你算算它这个 资源减少还是 非常可观的 OK 再一个方面就是 软硬结合的 一个性能优化 那这儿的话 OK 刚才提到就是说 数据面 它的形态是多样的 对吧 就是每一个炮的 可能底下 跑的这个资源环境 不一样 就是说它比如说 有的是跑在这个 比如说 有7代有8代有6代 对吧 等等 就是每一代机器 机型底下的这些 硬件条件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功能的话 这个功能的话 就是说我怎么去挖掘 你这个工作负载 所依赖的这个 所运行的这个环境的一些特征 利用这些特征 如何去做一些优化 所以这里边就会看到说 第一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怎么去探测 这些工作负载 在所运行的这个环境 就是节点 对吧 节点上的一些特征信息 比如说它想去挖掘 挖掘这个硬件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 CPU的指令集 它的一些这个 是否开启的 比如刚才讲 包括EPBF 就是它是否符合条件 就是硬件 硬件特征里面的一些信息 完了 根据这个信息呢 我是能够决定 将你的工作负载的某些特征 是否启用 那么 这是 首先 一个点 就刚才讲的 探测这个 节点的硬件信息 完了有了这个硬件信息之后 我们去能够做这么两件事情 第一 就是我肯定是 就是优先把你这个工作负载 部署到 这个 有这个条件的这个节点上面 对吧 就是调度的时候 我们充分利用这个 调度特性 能够把这个工作负载 部署到最佳的一个节点上面 这样能够充分发挥这个 这个节点的一些硬件信息 能够让它起作用 如果是说 我环境里面就没有 我们也不至于让它那个crash掉 对吧 我们能够去做一些自适应的能力 能够判断 你即使调上去 想起应着 就哪怕你用户起应着功能 我们去做一些这个 兼容的能力 能够说 一看这个本身硬件特征是不具备的 这个功能也是不能生效 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回退机制 能够去兼容这个特性 那么这儿的话贴了一个 一个一个实际结果图 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也是 就是跟英特尔合作 就是英特尔的一个 那个机型上面 就是对应的阿里云的ECS 还是第七代 七代以上都有这个能力 能够看到说 有这个能力之后 它的KPS 包括这个latacy 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这个图里面能看到的一个对比结果 那么这个能力呢 也是写得了这个 技术白皮书的 对 对 所以整个这个实现机制 我想用这个图来介绍一下 就是 这个图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利用了这个英特尔的这个CPU里面 有一套那个AYX指令集 利用这个指令集呢 能够去加速这个服务之间 TRS加解密的一个能力 对 那个 这也是服务了很多客户 也是 也是跟英特尔一起写到它的一个技术 技术白皮书里面 整个的实现的这个方式 就是三个点 就是 也是控制面 数据面都有 对吧 然后第一个点呢 就是说我们能够让用户去配置 是否启用这个能力 就是说 方式呢 无非就是写一个CRD 或者是做一些 全局的一些配置 对吧 能够去定义 全局的 明明空间级别的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工作负载级别的 从不同的维度 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些工作负载去 决定是否启用这个能力 定义好之后呢 这些信息 就跟刚才前面讲的这个XDRS配置一样 它能够下发到数据面里面去 数据面这个代理里面 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它会去决定是否启用 当然这里面的话 我们会在就是 在社区一般的技术上 做这些改善 增强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回退机制 不能就说用户不太懂 他可能是定义要启用这个功能 结果你机型是没有的 那可能就不work 导致整个代理是垮掉的 那肯定不行 所以这时候你会判断说 这个节点 这个代理所在的节点 是否具备这个能力 比如判断它的指定级 是否包含 如果没包含 是不能启用这个功能的 哪怕用户定义了 你也不能启用它 因为这时候有可能会导致 起不来 会导致生产故障 所以说这里边 会有一些容错机制 能够判断 你是否这个能力真正可用 在数据面里面是否可用 当然第三点就下面这个资源池里面 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一点 就是我们通过调度机制 能够优先把这个功能复材 调度到符合条件的进行上面去 如果没有 或者是调度不满足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到 兼容回退机制 这些都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比较关键的点 因为对的 我们没有做回退机制 发现这个效果不好 对吧 本来是起到这个性能优化 结果把系统都搞挂了 对吧 这个客户是非常担忧的 OK 这是能够看到 在软硬结合的方面 能够做一些优化 同时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 因为依赖于硬件特征 一定要去做一些硬件特征的判断 是否真正能够支持这个能力 再一点 再一点就是 资源超卖模式下的支持 这里有段话就是说 那是可能首先要介绍一下 什么是超卖 对吧 就是大家知道在 KPS系统里面 每一个工作复杂炮的 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义 这个CPU 或者内存的 request 和limit 对吧 同时呢 这个CPU memory的这个定义 它是跟它的 这个 KPS 服务质量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 你的KPS是 这个 granted类型的 这个时候呢 一般就是request 是要等于limit 大家可能对这个已经比较熟悉 那么这个超卖是指说 我为这个工作复材 申请了这个一定的 比如说这个CPU 或者是内存 尤其在实际业务之外 为了保险 都申请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保险嘛 在保底 所以大一点 但实际运行啊 你会发现 它申请的资源 并不见得 都真正是需要那么多 其实有这个图里边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是有所谓的 就是在这个长时间运行之后 你会分析 会发现 有一部分这个 这个内存和CPU 其实都是 一直申请的没用 没有用到 非常浪费 尤其在这个 比如我们原来 内部集团内部 是有几百万核的这个环境 你想几百万核的规模下 如果是 那个有一部分 哪怕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五 没用到 对吧 也是一个 很大一个数字 所以会看到 在我们的服务一些客户里面 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那它的规模 一旦大起来之后 就发现 有一部分资源是 其实是浪费的 我们能够去 做一些超卖 就是说 把这些没有用到 十几个环境中 申请的 没有用到这些资源 以超卖的方式 去 去让服务别的工作负载 那这个 当然大家会想到 会不会一些风险问题 所以这里面 其实这里面也提到 有说 我们通常给这些工作负载 就是 就是使用这个能力的工作负载 往往是叫 叫什么低 低级的 相当于是 坦白说 可能会潜在 就是 如果你的业务是核心业务 比如说金融交易 那肯定不建议用这套超卖 对吧 一定是保证它的CPU member 哪怕是 有这个 那个富裕都不要紧 对吧 因为你那个 尤其那种 跟钱 金融相关的业务 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 稳定性 在这个成本方面 都可以做一些 那个推荐 off 分析 对吧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 那个 就是在成本上面 去做考虑 利用这个超卖模式 能够把这个 成本降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方式 也是有一定的 使用场景 那阿里云也是 原生他也是 开源的这个工具 coordinator 他能够去帮助 在用户 在KMS系统里面 对这些工作负载 调度的时候 能够去用这个超卖模式 那么我们那个 就是ServiceMesh 模式下 也是引入了这个 超卖模式的能力 也是因为 刚才提到 每一个三大卡 它是有资源消耗的 我们能够 入客更好的去 让这个代理 能够满足这个超卖 OK 接下来的话 一部分呢 其实是 就是阿里云 前面讲过 就是ServiceMesh 也是依赖于 EBF的一些新的优化 那么我们过去 也是探索了 很多这个方面工作 后来发现 就是说在CNCF里面 有一个很好的项目 叫Mobridge 后来我们就联系到 这个Mobridge作者 一起在探索 如何在ServiceMesh 去做这个 基于EBF的优化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有请Kobe去讲一下 这部份内容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Dunk Cloud 也是主要做 服务网格方向的一个 主要是Mobridge 项目的一个发起人 然后 因为刚刚前面 其实张晓辉老师 已经 介绍的比较详细了 其实主要 其实他也提到了 比如说像 在服务网格场景下 比如说我们基于像 EBF 特别是比如说在Socket的 方便处理方面 以及内核协议站 这一块的一些处理流程 包括SKP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有一些介绍 那我这边呢 可能也就沾张晓辉老师的光 那可能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那我今天呢 其实主要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 其实也是 我们 因为Mobridge 其实也比较早的 跟阿里云这边的团队 我们一直在聊 就是看能不能 就是 因为阿里云 可能像目前 服务网格方向呢 其实有很多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客户 也有比较多的一些案例 那我们希望呢 能够把 像Mobridge这种项目呢 能够带到 一些 真实的一些环境当中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 聊这个事情 那想法不多说 我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Mobridge Mobridge它主要是 这个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 就是一个 刚才张晓辉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 基于 EBPF去做服务网格加速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服务网格 它要做一些流量的 一些拦截的 一些操作 那这个事情呢 而且它还有塞的卡 就是 这个性能其实是有些损耗的 就是 就是要 用户太内核太 用户太这样 不平凡地去切 那 Mobridge的出现呢 就是说我们 就是在 拨的里面 比如说我们 借助EBPF这样的技术 然后可以将两个 比如说容器之间 就是业务容器 和塞的卡之间的 说可以进行 当然这个技术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不能讲太细 就是刚才 刚才 辉老师也介绍了不少 那其实我们 主要就是这么去做 就是 就是用EBPF这一块 通过Wave Star的一些 Mobridge 可以让 比如说 业务容器 发出的流量 能够更加快速地到塞的卡 然后呢 这比如说是在 跨节点通讯的时候 我们可能外面出去的时候 还要经过网络协议站 那如果说我们是同节点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让它更简单 就是同节点两个port之间呢 它们的比如说 塞的卡之间 那也可以用这一套技术去做 那 这个东西就是 Mobridge这个项目呢 它除了做加速这一块 它还有一个能力呢 就是 可以直接去带TIP labels 去做流量拦截 这个其实前面也有讲到嘛 我就不直接细讲了 所以它是集成了这一套 东西 然后去做的 就是它基于这种 TCP的Redirect啊 各种能力 然后呢 它目前呢 就是Mobridge目前是一个 CNCF Sandbox的一个项目 对 所以说Mobridge之间也比较多 然后 如何加速这一块呢 其实 我就 大家可以简单过过 因为其实前面讲的比较详细 它其实的一个核心原理就是 在通过在发起链接的时候呢 我们去记录一些 就是两个进程 其实对内核来说 可能就是两个进程 两个进程之间的一个链接关系 然后通过维护它们的链接关系表 然后让它保存了 比如说内核就是 EBPF 专门在内核里面 我又有一个叫 Socker哈希 或者Socker Map的这种 Map 专门用来 它可以存储 那个 你的那个Socker的一些关键信息 然后我们去调用 加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的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 内核提供了一个 Redirect哈希 或者之类的一些方法 能够直接将 比如说TCP的数据 从一个Socker 从另外一个Socker 这样就能够 让两个进程之间的通讯 直接绕过内核协议站 进行通讯 这样 从而实现一个 加速的这么一个目的 对 这就是Murbridge的一个核心原理 只是说呢 Murbridge在中间还 其实在不同网格 类型的一些适配里面 做了一些加热的工作 然后呢 后面我要讲一下 因为其实普通的那个Sidecar 其实大家可能也听到比较多 就前天 前几年吧 就是上周 其实 E4TU发布了 正式发布 其实这个模式已经很久了 正式发布了一个Abiant模式 Abiant呢 它其实 采用的是类似一种 就是 节点代理的一个模式 因为 Sidecar模式呢 它其实 刚才其实 前面 王老师也介绍了很多 就比如说Sidecar性能优化 或者资源优化 其实Sidecar的一个核心问题呢 就是 也不是核心问题吧 它其实有很大问题 就是资源用力方面 因为它每一个workload 都需要有一个Sidecar 它的资源 其实是一个分布 是非常重复的 那 其实像节点代理模式 它就很大程度上 去优化了这些资源占用的 这些关系 但是呢 它自己本身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它没有问题 它其实本身 也有自己的一些缺陷吧 它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过多去介绍 就是 就是 Aviant 其实大家如果早期关注的话 其实应该知道 Aviant模式 早期它用 比如说 IPTables 去做 流量拦截 如果 比较懂技术的应该都知道 就是 比如说它那个 就是 要在主机上 通过PAR网卡到主机上 然后用主机上的IPTables 去转到 然后 然后在Teller里面 再做T-Proxy去做 但是很难念得 其实它对不同的CNI 其实是有 非常大的依赖 其实目前来说 像Aviant都没有办法 在所有CNI下工作 那其实 Murbridge作为 就是 浮网格这一块做 专门做 IbiTables这一块 和流量拦截 这一块 它是有天然优势的 所以说我们 Murbridge这边呢 也会 就是也是第一时间 因为其实我们在Aviant 也非常地活跃 就是也是第一时间在做支持 对 然后其实我们这边的一个 支持方案呢 其实 因为 就可能我讲的 不会很细啊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支持方案呢 就是 因为Aviant模式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是它没有CNC 那没有CNC 我们以前 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 它这个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 是不是被Aviant管理了 那其实我们会有 比较相当于 一套 比较复杂的一套控制链 就是说 然后呢 我们还会通过EBPF 去观测一下 比如说像 那个 进程创建的一些事件 然后根据它的C Group 去获取它的一些IP地址 这个是在控制面完成的 然后呢 我们再到 数据面这边通过 控制面和数据面的一些交互 去完成 就是说我们在 比如说 就是在Aviant模式下的 这些Pol发起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 比如说通过它的 那个 通过它的一些 比如说 Redirect的技术修改目标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流量 转到Retalo 同样的方式呢 Retalo的这一块也是 相同的处理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附用 我们的那个 Redirect的技术 就是能够直接让 Pol得到 Retalo这一块的流量 或者说 Retalo到 那个Waypoint的流量也是OK的 就是大概是 这种技术 就是详细的话呢 就是大概就是 这个路 因为它这一块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 Murbridge基于CI的那种模式 就可能在 Abiant模式下延不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 全新开发的一种 思路吧 那可能有的朋友也会知道 其实就在前段时间 其实也引入了一个EBPF 去做那个 它去实现它 Abiant流量转向的 这一个 能力 那其实那个呢 它 是挺好 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它其实 没办法实现 它也是有CI依赖的 它 但是呢 比原生的APTables 会好很多 但是它的CI依赖呢 没办法用在 比如说我们国内 其实用的还不少的 比如说像一些 SI、ROV啊 这种 比如说网卡上面 这种网络模式下 就是underlay的很多网卡 可能它用不了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问题 对 那就是Abiant 就是Murbridge 可以很好的来 处理这一块的一些东西 但是详细的东西呢 我今天 就是可能没办法 非常详细地讲 就是 然后呢 就是 我们其实 Murbridge在这一块呢 就是 嗯 是做通用的服务网格 而且呢 是不侵入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目前是支持很多种服务网格 包括 Eastio LinkedD 或者像OSM 或者像Kuma 之类的东西 那 他们官方在200.0的时候 引入了Murbridge去做服务网格的 那个网络加速的时候 他们给出了一个性能 大概其实都还不错 就是我们呢 因为它只是优化了一个 呃 呃 内核的路径 所以说它优化的 呃 那个性能不会很高 但是呢 它这一块相当于是一个无损的 就是你不需要 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就能够获得到一个网络加速 而且目前呢 它支持的是 呃 比较多的 包括其实跟Flo 刚刚让人问他们的Flo Mesh 同时也有一些合作 就是我们也会去探讨一些东西吧 然后呃 这就是我们后面 就是可能Murbridge 对于这个CNCF Sandbox的项目来说 就是可能我们呃 呃 也会呃 去做一些事情 包括就是我们 这些实际化的性能验证啊 包括一些呃 呃 更低的那些版本要求 因为我目前呃 呃可能是5.7嘛 呃可能我们会呃 比如说呃 呃更低可能不可能 可能我们会降到5.4啊 或者之类的一些呃 呃东西 包括还有一些呃 呃跨界点的加速 或者说 像一些嗯 嗯双赞 生产支持 对 然后上面呢 其实就是呃 呃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Murbridge这边 就讲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大家有什么要提问的吗 呃 呃两位老师可以去 可以为大家解答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 好不好意思 占用大家这个提问 我个人比较好奇啊 那个 okok 我知道 我马上问一下那个 Z Tunnel 它相当于是把 City Card 转成了一个Demo Set 是吗 呃对的对的 Z Tunnel它其实就是在节链上 有些那个Demo Set 哦好 再问一下阿里那个老师 呃就是前面那个超卖模式下 我想问一下那个CPU跟Memory 那个超卖的那个配额是自动生成的 还是客户自己配啊 这个 呃这个是呃 这个是呃 它其实是根据你的这个 这个 历史数据做一个分析的 分析的 自动输出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需要客户确认吗 呃是的 是的 就最刚才提到就是首先有两个点要明确 第一呢 如果你是真正的像兼容级的核心业务 不 那个buffer还要留的 第二个的话 它是根据你呃真正的系统 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 去做一些历史的数据的画像 然后针对每一个公司复材去做一定的分析 哦好的好的 好行 谢谢各位老师